大家好,我是Stan 歌手们拿下音乐节目一位后的安科舞台 本来是歌手们、粉丝们快乐庆祝的地方 但是最近好像是有了一点变化 在2010年代左右 安科舞台也是跟本舞台一样 歌手们常常会一边跳舞一边唱歌 一边在跟粉丝们互动 特别是在2015代爱豆们 有很多中小公司的奇迹 所以拿下一位后的安科舞台 歌手们哭,粉丝们也哭 真的是快乐又幸福的世界 但是最近因为稍微有一点走音就会被算 如果说歌唱实力没有说很好的话 也会被算 总之什么都被算 所以渐渐的原地站着唱安科舞台的歌手 也越来越多了 甚至也有网友们认为 最近应该有很多爱豆们担心拿下音乐 对安科舞台感到恐惧 能看出来他们很紧张 所以今天就准备了一下 韩国网友们整理的 与现在的安科舞台文化 不一样的那个年代的安科舞台 对安科舞台动 还要是途後兰 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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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